憲法不會這樣規定吧 所以憲法在這裡 沒有規定 可是我們在法律裡面竟然做出了這樣的規定 顯然我認為這個是違憲的 那另外 在罷免的這些 門檻裡面 限制也太高了 我們對選舉 也沒有這麼高的門檻 我們的選舉並沒有說要百分之多少的人民 連署以後你才能夠去登記選舉 可是為什麼罷免要有這麼高的門檻 雖然罷免要慎重一點 有一點門檻 也許是應該的 但是門檻高到 根本在實務上無從進行的時候 那顯然 這個門檻是有問題的 所以本席對於 有關 罷免的 這一些 兩次的門檻 那予以降低到適當的幅度 有點嚴 但是又不會太嚴 所以 這是我 提出的 這個有關 我們選舉罷免 整個法律修正裡面的一些規定的看法 那希望 由我們 整個立法院 就這部分來做出 相關的一些討論 那能夠找出一個更好的 我知道很多委員都有提出修正案 希望在這裡面 然後折衷 提出 找出討論出一個 符合 能夠實現 也不會 太嚴的一個 修正 那在以上 對於這個選舉罷免 相關的規定的修正案 做以上的說明 那這裡感謝大家 以上 好 謝謝 這個 徐國勇委員 那我們現在 提案說明都已說明完畢 我們現在開始進行尋檔 按照我們委員會 過去的慣例 我們本會委員發言時間10加2 非本會委員發言時間8加2 那第一位委員發言結束之後 我們就截止登記 那我們請 第一位委員 那個 徐真偉委員 10加2 那個我跟我們委員會報告 那個部長早上 這個令有邀功 那有事先跟我請假 那等一下部長不在的話 次長陳次長會在 那大概到莊瑞雄委員結束之後 這個部長就要離開 沒有啦 說故意聽不懂 部長待會有事啦 有請到我遵到啦 所以尋打到第三個 裝了最好之後他就要離開了啦 好 跟我們委員會報告 來 好謝謝來 請 主席早 我們有請陳部長 補長來 秀委員早 早部長早 我想 本席 想請教一下部長 公職人員選罷法 對於我們現在辦理公職人員 是不是最重要的法律規範 當然 是謝謝 那麼我想請問一下 部長 針對我們現在的選罷法的重要性 我們大家都有共識 我想我們現在這邊也都是的 那對於今天修法的內容 無論是選罷法的這個 罷免權的放寬 剛才有很多的提案 委員有對於罷免權的放寬 或者是原住民族的選制的變動 我想部長 您身為這個主管機關 請問對這個部分有沒有做過 我們的公職